本地第一個馬來文化中心 雅龍市乃大廈將在5月開幕 建築外觀讓人聯想起了 傳統的馬來甘榜 大廈連接附近巴沙和地鐵通道 將成為一站式的社區文化娛樂中心 提供托兒 樂齡護理和家庭服務等 二樓還有一個馬來歷史文化展廳 總理公署部長陳振生參觀時表示 希望中心能夠讓非馬來族國人 還有遊客更深入地瞭解 馬來文化和歷史